该怎么赔呢 购买年代旅行的行程 却在越南富国岛被丢包的旅客 昨天顺利返回台湾了 年代旅游负责人林大军 在晚间两度出面承诺 旅客在当地额外支付的费用 会负责到底 不过来看看 在脸书粉丝专页上面却说 如果旅客觉得权益受损的话 是可以先向发卡银行 来要求争议的款项处理 这样的天文一出 让不舍旅客看了相当的傻眼 因为竟然不是由年代先退费 而是要由受害的消费者 自己来去找银行 而现在这样的说法 就连平保协会也看不下去 会建议您书面的方式 那上本会提出申诉 越南富国岛丢包事件 旅客顺利返台隔天 平保协会一早涌入申诉电话 你在跟你那一团客人说 就是在写申诉进来这样 有旅客买的年代旅游行程 还没出团希望提前解约 甚至有富国岛丢包事件的年代领队 帮公司代电费用 也达到平保协会申诉 要被迫刷卡才能够后续的形成 所以这个是不可原谅 不可理喻的问题 你如果这一次处理不好的话 给平保协会出会 他就不用做生意了 平保协会15号起 开始接受富国岛旅客申诉 而实际算一算 地阶旅行社当时要求 292名旅客每人付720块美金 年代旅游为付清款项 恐超过640万元台币 而承诺负责到底的年代旅游 在官方粉砖表示 针对旅客在越南 被迫刷卡720美元部分 若觉得权益受损 可先向发卡银行 要求争议款处理 贴文一出旅客们炸锅 有人说不退钱 还要消费者自行跟银行处理 更有旅游部落客很酸 要列争议款的 应该是当初刷给 年代旅游的那一笔 旅客在外占付720块美金 是因为这个年代没有付钱 应该是年代旅游 应该要盖瓜承受 不应该请客人走 所谓的信用卡的途径 来做处理 也再次向所有团员致歉 年代旅游负责人 林大军14号晚间 二度出面回应 更发起一点声明 解释旅客被丢包 是因为达成 2月26号付款的协议 但递接却反悔 还要求旅客现场付钱 年代旅游因此 多支付120万重创生育 更强调年代旅游 也是受害者 将主动提告越南旅行社 递接旅行社深夜 也发声明回籍 林大军延后记者会时间 别有用心 只希望林大军 按照2月12号 双方最后商议的结果 旅行合约并支付全款 双方隔空交伙 各执一词 未来不排除直接 对付公堂 谢谢台北综合报道